阿智基 芥末 位於上水古洞的阿智基 芥末廠 已經有74年歷史 他們將廢木回收 再做成傢俬和其他木製品 木材以前由馬來西亞來 不用大陸木材 現在很多都是美國和北歐 不是你打給我 很多人支持我們 尤其是我木工班 一個月一班多數都爆發 在木廠的入口位置 掛滿不同的木牌 還有不同的留言 但時代巨輪總是殘酷 因為新界東北發展 2019年政府出信 向他們表示要收回土地 但暫時繼續讓他們經營下去 在木廠的周圍都已經被拆得七七八八 上星期四 即是6月30日 就是遷出的死線 但因為沒有生意 越積越多 直到現在 我想就要一千噸 那叫我馬上離開 怎麼離開 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其實我不是想離開 而是我做開這些 有這樣的心態環保 和你處理 也有入息 而且最大的原因 就是現在時代青年 對我們的重視 如何處理這些木材 難道真南韓是對田區 即是阻礙國家發展 但我們都要生活 我們都要處理自己的難題 所以希望有多少空間 讓我們處理難題 令他掛心的 還有在廠裡一直陪著拳哥的三隻狗 若果真的收回廠 不知道他們可以哪裡安心 其實建木廠 申請過元朗的環保用地 打算在那邊繼續 但政府不批 今年2月再去信政府 希望再寬限兩年 讓他們有時間清走木 和穩地搬木廠 地政總署回覆指 他們已經著情將限期 延至上個月尾 又只可以幫忙協調重支加木廠 但沒有收到對方的要求 一段時間 讓我五表示 因此 你得知 沒有任何 你相信 你問問